了解手机设计价不是商量大一种 大家好我是小杨 一个在华强北开公司做二手机的相对贴 我们现在所谓的地方就是华强北最大的二手机皮革市场 想了解二手机行情的都关注我吧 5月份正是二手机行情大掉价的一个阶段 这个月的二手手机行情对比上个月的话 平均每个型号的话跌价是300到500之间 就像今天我们拿的一些有锁的13pro 电池效率基本上还是在90%以上 橙色的话都达到一个98线的一个橙色 像这样的机器我们拿货的话是3800 小杨的话加个跑腿费3999出 相比上个月的话一台手机直接少了300 你们敢相信吗 当然如果说你是追求经济实惠 能接受层次差一点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台的外端 就几束小磕碰 套壳的话完全看不出来 而且不影响日常的使用的机器 像这种机器性价比真是非常高 电池的话也是90以上的 这个的话能少200 小杨的话直接3799出 所以说像现在的二手机行情 真的是一天一个价 在4月份的时候价格基本上是居高不下 到了5月份直接开倒车 现在到6月份的话直接便宜到不行 很多小微博客已经因为价格的波动 顶不住压力纷纷退出了行业 所以说像小杨这样的大的批发商 经常跑机器和跑档口 也就是给大家打通了市场行情的一个涨跌的规律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肯定是有优势一些的 如果说你现在有3000多的一个预算 入手一台这样的13pro 小杨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 正式入手的最佳时机